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不一样的拖把底盘 这个底盘运用于在消防领域的 就是专用类的拖把底盘 整体底盘是5米97 宽度是2米24 它配的箱体是一个4米2的箱体 作用于是上面的箱体全部展开以后 无人机消防飞起来 我们这整套底盘采用的是一个独立悬架 整体载重量在6吨 前面使用的是3.5吨的万象牵引头 这个是承重导轮 同时配备了一个手杀 同时这个底盘配备了4个电动支腿 单个承载是3吨 可以一键放下 同时可以实现一键调平 中间部位配备的是一个100升的汽油箱 是供无人机的储备油 是汽油 同时配备了防爆的汽油泵 这个是还有加油的油墙 快插式的 可以随时用随时拔 整套的系统为了满足它的正常使用 中间部位是配备了一个48伏的锂电池 这套锂电池是一共有14度电 同时在零度以下可以实现电池加热 是让你使用更安全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整套底盘 中间的这个双轴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独立悬架系统 非常的扎实 这个尾部到时候后期客户会加装一个升降尾板 我们这个整套底盘 这个车架全部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用的是那个汽油大量钢 所有的螺旋孔还有这个减重孔全部控压 一次性成型的 这是给客户单独定制它需求的轮罩 这也是按需求做的 这是我们48伏转12伏的一个降压模块 做了一个扫水处理 也是挂在底盘上面 这是整套电路系统的控制棍 里面就是有电压表啊 各种表 这是我们的充电系统 就是220伏试电可以给它充电 然后高速的快充也可以直接充直流电 整套底盘看起来非常的扎实 可以就是说满足各种路面的需求 感谢观看